红利金融将部分美国年金业务再保险 释放资本用于回购股份 与Valible定例协议 就其下于75%的就由美国变额年金业务做出再保险安排 当中主要包括带有保证最低提取赔偿附加保障的保单 红利称 交易将释放约20亿元加元下同的资本 包括未归于股东的收入金额带来约7.5亿元的一次性税后收益 以及释放约13亿元受险资本充裕测试 LICAT所规定的资本净额 令美国变额年金的总风险净额下降于75% 并有效减少对股市的敏感度 红利计划将一大部分释放的资本用于回购股份 以抵消此交易 对美股普通股贪薄盈利及美股普通股核心盈利的影响 试次交易预期会令2022年的年度盈利减少约2亿元 而其影响一预期会随着有关业务落实其在保险安排而减少 首席财务官韦宁顿说 在完成这项交易并推出预期的资本调动措施后 集团有信心可落实公司的中期财务目标 包括令美股普通股核心盈利录得10%至12%的增幅 以及录得13%以上的普通股股东资核心回报率 通股还有第7幅 Mojene是谁易现周 최대的 Woodbill 悉颁 若区 冷却